对于很多人来说,2020年是充满变动和挑战的一年 新冠病毒全球肆虐,国际局势风云变化 有巨星陨落,有后浪兴起 那这样的一年,我们的语文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涌现出什么样新鲜的语词呢 今天开始让我们回顾2020年语文生活的流行印记 今天就来说一个萨字 萨字的流行与抗议前线的女同志密不可分 她们的果异坚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国不让须眉再次被实践证实 萨本指风声,处词九歌 风萨萨西,木萧萧,萨萨就是风声 萧萨是风吹树木发出的声音 萨是个行声字,利是声符 这是因为语音的古今演变,利声与萨声读起来相差比较圆 但如果我们将其和拉字比较一下 还是能够得到一些线索的 虽然古今对美女的评判标准不同 但我们往往能在古籍中找到今天流行元素的影子 比如说春秋时期 七国国君喜欢宫中女子穿男装 用今天的话说,喜欢中性美 因为国君喜欢,这种装扮在国内就流行起来了 但七国国君不希望全国的女性都如此 于是下令凡进宫外面女性穿男装的 要由官吏当场把衣服剪碎 即使禁令森严 这种装扮仍然在国内流行 最终在燕子的建议下 进宫中的女子也不穿男装了 全国的风气才逐渐改变 萨是一种气质 是自带气场的 并不是女子穿上了男装就有了萨的气质 萨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如果要找一位具备这种气场的女性 富豪应该排名第一 富豪是伤亡五丁的妻子 她本人曾率军战斗 我们看这片甲骨 这是一段占卜材料 不问富豪去攻打土方 会不会受到保佑 富豪的战功不仅有文字记录 还有实物证据呢 你看这件青铜月 其中一面是双虎十人的立体图案 另一面呢 是富豪两个字的名文 虽然富豪没有画像流传下来 但后人为富豪设计的形象 都可以用萨来形容 我们看这句富豪雕塑 富豪是身披铠甲 右手执月 女将军气场十足 其实真正的萨与服饰无关 凡能执干戈以为设计 即能够保国为民的女性 都可以用萨来形容 萨本是风生 而春风和秋风又大不同 女性在对待亲友时 如春风拂面 进展其温柔鲜惠一面 在对待病毒时 如秋风扫落叶 毫不留情 用萨字来形容 在抗议过程中 做出贡献的女性 再适合不过了 最后我们向在抗议战斗中 留下萨爽英姿的女同胞致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